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陈木华 先帮我们听众朋友汇整一下 在我们中秋天廉价三天期间 一些国际大事财经方面 当然在政治方面或者说人物方面 大家都在谈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的离世 高龄96岁 由查尔斯王子接任英国国王 这个是在政治方面人物方面 在经济方面在金融方面 主要是欧洲央行史上第二次升息75个基点 在上周四 这个是继1999年升息75个基点之后 20年来再次看到升息75个基点 那升息之后 ECB就欧洲央行的边际贷款利率来到1.5 主要在融资率1.25 另外最重要是存款机制利率来到0.75 升息3 75个基点就把零利率拉到0.75就对了 那欧洲这个十多年来 等于说是2012年7月以来 在先前一次升息 首次脱离的负利率 那先前一次升息是升两码 0.5个百分点 那此外在去年12月的时候 欧洲央行的会议 这个就是这个PEPP 就是紧急的购债计划 则是停止了这个新债的购买 那但是呢 在这次会议上面确认 就是说这个PEPP的紧急购债计划 这个再融资的部分 再投资的部分 就是到期再买的部分会持续到2024年 也就是并没有讨论QT了 但后来媒体是解读说 那10月欧洲央行会议不排除 应该10月在布鲁赛 布鲁赛尔的会议上面 是非常有可能 赛普路斯对不起 赛普路斯 不是布鲁赛尔 赛普路斯的会议上面 可能会讨论QT了 同时呢 10月欧洲央行可能会再次升息了 预估欧洲央行的基准利率 会最高来到1.75 那欧洲央行呢 预期通过膨胀率 是持续拉升的 估计呢 到2022年CPI 今年2022年CPI会来到8.1 原先呢 前一次是6.8的预估值 2023年明年会来到5.5 前一次是3.5 那2024年的通膨呢 还仍然是在2.3 前一次估计是2.1 所以呢 欧洲央行历次会议都不断的在调靠通膨的预期 同时呢 欧央呢 声明说呢 预期经济今年晚些时候 到明年第一季 可能会陷入停滞 也就是说有停滞性通货膨胀的危机 那主要原因呢 归咎于能源 供应链跟战争 三个因素 那另外对 这个GDP的预估值呢 这个2022年就今年估是3.1 那前一次估是2.8 2023年降到只有0.9 前一次估是2.1 所以是大降 那2024年呢 GDP估是1.9 前一次估是2.1 那会后拉加德说呢 未来加息的次数可能会超过两次 拉加德是欧洲央行的总裁了 他说呢 可能会超过两次 但是不会超过五次 那75个基点不会是常态 那在欧洲央行升息决议之后呢 丹麦立刻 这个也同步升息75个基点 丹麦结束了零利率 那为什么要谈丹麦呢 因为丹麦是全世界第一个进入负利率的地方 所以他也正式结束了这个负利率 到这个基准利率0.6 那另外媒体解读说 欧洲央行的这个议席会议之后呢 市场解读说 10月份再升75个基点的几率非常高 10月5号欧央呢 会在塞浦路斯讨论QT 这是一个大事 另外一个就是鲍尔 又重新说呢 历史告诫不要过早放松 还有呢美国房市 还有INF的经济学家呢 看法呢等等啊 这些包括美国家庭财富 净资产大幅的下滑 资金从股市撤出的一些消息 我们等一下再跟听我们有报告了 那不管怎么讲 在众多利空消息之中呢 美国股市倒是出现了连三涨的行情 使得呢 这个美国SAR指数结束了连三跌 连续三周的下跌而出现了全周 2.6%到4.7%不等的涨幅 四大指数 这个涨幅介于这个区间内 那我们今天来请教 奇博分析师林昌信来谈一下 这个最新的整个全球的宏观经济 跟金融情势 昌信你好 老大哥好 大家晚安 那美国股市是指稳了吗 过去三周的下跌出现了连三涨 连续三个交易日上升 而使得呢 在上周啊 美国只有四个交易日的情况之下 那个废半尺涨幅是百分四点七哦 道琼也涨了百分之二点六六幅度 纳指涨了四%多 废半尺也涨了百分之三点六的幅度 那这个全周的拉升 这个明显的拉高 是再一次的多方行情的启动吗 我觉得在这里 其实短线的多空对战之下 这边应该是短线是多方胜 那我提醒大家一点 就是说包含这几天的台股呢 大家有很多的想法也说 哇 这边留下一个导撞反转 但是能不能V转 其实中长线的空头并没有结束 只是说这里为什么容易反弹 其实在9月13号到9月21号 这是一个 CPI公布到联准会要升息之前 的一个所谓的空窗期 那这个空窗期呢 容易再往下去做测试 可是我认为呢 包含升息如果是三码 这些下跌的幅度已经价值了 基本上从欧洲央行年 今天说全球央行年会 包吾的讲话 就已经把这个价值进去了 所以接下来重点是9月21到9月22 如果是升息三码之后 到下一个升息日应该是11月2号 那这又会有10月份的一个空窗期 那这个空窗期里面呢 利空相对的就已经没有那么多了 所以我认为现在是缺乏利空 而不是缺乏利多 利空越多越容易测试底部的话 我认为接下来主底的机会 就可能会比较大 所以在这边呢 我觉得美国股市也许还没有直接翻多 但是利空彻底 开始底部垫高的情形已经产生了 这个时候呢 Toyote Payal就可以开始 把你认为好的股票 先介绍自选股 开始来观察它的状况 好 就可以偏多操作了 对不对 这个中短线偏多操作 我个人也是蛮同意的 不过中长线的这个熊市结构 也没有那么快结束 这也是我们看到这个宏观环境下面的 一个基本架构 那另外联总会主席鲍尔 这个公开谈话 在上周五 上周四周五 鲍尔的这个公开谈话 也是呢 刚刚苍蝇讲说 9月20号21号 这个联邦 联总会的这个 9月会议之前的 最后一次重要官员的谈话 因为之后 上周五就进入揭末期了 就没有官员可以再出来放话了 那鲍尔是重申什么 他说重申了 历史告诫 我们不要过早放松了 所以再次的持续鹰派的论点 那同时 而召告这个全球呢 联总会会坚定的升息下去 那市场现在估计联总会 9月升息的几率是80% 是三码 75个基点 那通货膨胀呢 这个鲍尔的说法是说 通膨超出目标越久 人们会 会把这个更高的通膨 融入经济的决策之中 也就是说 联总会现在就是说 一直要去扑灭这个通膨 预期心理的意思就对了 那这个有没有 可能通膨出现转折呢 昌星你的看法 其实是这样子 其实我们在看通膨 通膨的这个 相对来说 美国跟英国 或者欧元区 美国的通膨 我看来 其实是往下 其实不论是原油 天然气 能源系列都往下走 所以明天公布的通膨胀率 现在最新的预估 已经跌到8.0 从8.2 8.1 预估是8.0 所以呢 其实大家去思考一件事 就说 通膨应该是往下走 但是离联准会他要的2% 可能还有一大段的距离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怎么样 升息的脚步 可能不会那么快 可是要回到联准会的目标 可能2%的通膨 搞不好还要在一整年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其实 现在的通膨应该是逐步下降 可是要降温真的是不太可能马上降温 除非什么乌二战争结束 供应链全部都现在都不塞 然后船货也都正常运行的话 才有可能 但是这个我觉得要时间 而不会马上就掉下来 好 所以说为什么联准会可能会 明年一整年都维持在4%的一个 上下的利率 降息的几率是越来越低的一个主要原因 刚刚昌庆也就讲了 这个通膨可能很难很快掉回2%了 那联准会誓言一定要把它打回2% 那另外我们看到刚刚谈到的周二 美国周二要公布一个重要数据 就8月CPI 这也是市场关注年总维升息前 一个重要指标 那现在预估出来的年比增幅是8.1 那这个上个月是8.5 那月比呢是会下滑0.1% 那前一个月是零增长 那核心CPI会上升 会到6.1 这个上个月是5.9 那月比增幅是0.3 那前个月是持平的 所以这个核心CPI会升 但是呢整个CPI会降 显见呢 就是说能源的问题啊 这个扣除掉之后呢 这个相对一些核心的一些物价 还是一个僵固性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市场预估的情况 那在整个房市的部分 看起来美国房市现在目前的整个松动的迹象越来越明显 那这个请教昌星 这个美国房市会不会是另外一个稻草呢 另外一个压垮骆驼的稻草呢 我觉得如果把它当作是这种所谓的次贷风暴 应该是不至于 但是购买率真的会下降 台湾其实升息升的很慢 那个投资朋友房贷族呱呱叫 美国现在是5% 所以现在美国的新屋的这些销售 其实是直线的下滑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刚好是压抑美国的通膨 所以现在都刚好是说去年涨多的 现在在回答所以相对的比如说像美国这些房地产的 应该是今年度相对的来说是开始往下回投 那反过来刚才这个阮大概也提到 什么东西是还有成长性的 可能是服务性的 服务性的这些提供的 或是出去玩 旅游这些运动机能的可能往上走 所以一销一掌之间休息一下 谢谢 看起来这个欧美股是还要涨 这个欧股上周其实也是小涨收盘 这个全球600指数是小涨 不像美股涨那么多了 不过全周也是累计是收涨的 那德国现在涨了有1.6% 大涨1.6% 英国涨了1.3% 法国也涨了1.26% 所以欧洲三大指数现在开盘都是走高1%以上 那美国的电子盘 现在道琼市涨了148点 涨幅有0.5%左右 标普涨了0.6% 纳查克指数涨0.66% 台子期的夜盘现在目前是走高的 走高了有41点之多 那今天在5点过后 曾经一度来到14846点 现在目前是18838点 就是说刚刚比现在还多涨了 有差不多8点左右 也就是说一度涨了有差不多 盘后有涨了这个夜盘又涨了50点 那今天249点的涨点加50点 已经涨了300点了 一口大台的话就已经6万块了 6万 对不对 一口大台6万块了 所以这个盘是翻阵 涨上去蛮猛的 那继续请教昌星了 就是说你刚刚讲说 可以把多单名单准备好了 那多单你在看哪一些呢 就像我们在刚才休闲的时候有提到 其实我觉得像有一些出去玩的 或是你穿衣服的 我还是认为电子类的消费电子 除了汽车之外 就是网通还好 可是大家可能忽略掉 包含说这些所谓的饭店 观光甚至于说我们说这些平价衣服 事实上有房之类的 也许在第四季会有不一样的表现 因为为什么 因为现在大家等于是说服务业 我要出去玩 然后我服务业的比重会提升 那我买衣服机能服也会提升 而且市主也快到了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概念 可能跟上半年我们做半导体 做车用又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真的不要太关注车用 因为车用已经讲一整年了 现在可能有新的体材出现 这个体材总是要换一换就对了 我们听众朋友UJ做纺织页 在留言板上留言说他最近忙死了 纺织页最近忙死 我们听众朋友的解读也很有趣 有人听众朋友说是不是卖给欧洲 因为欧洲没天然气 所以大家多买大衣 穿衣服 这个联想真的是有创意 这个也是蛮妙 这个说不定今年冬天应该会蛮冷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天气已经开始变凉了 所以大旱之后可能会有寒冬 所以今年羽绒衣说不定会卖的蛮不错的 一夜之秋 所以我觉得总是要先观察布局 是这样子 实际住行的相关股票就对了 对没错 等于说大家转到服务业去消费了 这种所谓过去在居家的时候 去买什么PC 这些硬体设备 现在大家就不买了 硬体买够了 现在可能要出去玩 去运动 去健身 对不对 这个东西可能开始又偏有行情出来 如果先布局 还有11月就四足赛 到时候又可能又热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轮动 今年四足赛是第一次在冬天办 全世界是四足赛 而且是第一次在中东国家开梯 卡达 从来没有在中东国家办过四足赛 而且是在冬天 那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今年四足赛感觉有点冷 因为过往年四年一次都是在夏天 大家都是喝啤酒 这个章鱼哥 什么酒吧 这样 对对对 今天哥哥要喝威士忌 喝威士忌 欧洲要爆火炉 这样子烧煤炭 是吧 是 欧洲真的蛮惨 欧洲真的蛮惨 但是股市还是有一些 我们值得注意就是资金面的问题 比如说美银他有统计到7月9号这一周 就只能说9月7号这一周 9月第一周 有超过百亿的资金流出美股 这个达到109亿是创下11周以来的最大资金外流 科技股外流了18亿 全球股市也有145亿的资金外流 其中61亿流入了国债跟政府债 所以看起来股市的资金还是慢慢在外流 这个对于筹码面来讲会有影响吗 会 我觉得其实这样说好了 其实我认为现在大家如果要观察的话 首选仍然是美元 因为现在美元仍然是升息的态势 所以就是等于是全球的资金的吸纳机 那买了美元之后要买什么 这个就很重要 是买股票呢还是买债券呢 我提醒大家一个点 美国公债两年期跟十年期 两年期有创高 十年期最近又碰到之前的高点 没有拉上去 所以其实我现在都在观察 如果这一波美元的债券 美国的公债资金率没有再创高的话 很多美国A级的公司债 其实现在都很便宜 所以如果在潮底的话 如果我来选股跟债 我觉得债可能会比股先落底 因为债券的殖利率 假设美国天外板就在4% 那现在很多债券都很便宜了 所以现在资金第一个会买美元 第二个 这个不会直接信来买股票 股票就短线 可是中长线的布局呢 可能有一些所谓的美国A级的公债 公司债 开始有进去布局了 这个就是我也提醒的观众朋友 如果说对概念有研究的 这个时候也许也可以开始来 找一些便宜的标的来做布局 因为今年的打折都打很多 大概都打了20%到30%的折了 对很多都打7折 那更夸张可能比较长期再券 还要打6折的很多 跌掉20-30%那种什么三个B等级的这种公司债 对不对 在A级边缘的三个B等级的非投资等级 但是有三个B的这种 这都很大 美国非常大公司 他们的这个公债这一次的空头都跌掉30% 对 那他们的利率大概应该都还有3%到4% 3%到4% 然后职利率年外职利率比赚起来都有大概4.5% 没错 其实我个人也觉得跌差不多了 跌了30%也差不多 只不过说现在美元很贵嘛 现在用台币换美元很伤嘛 对不对 你一定要先有美元嘛 然后再找巨化的标的 如果你现在直接去换美元 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点 因为快要接近30 对 其实我觉得昌星刚刚这个 昌星这个建议也是蛮不错的 就是说虽然 如果说你各位手上有美金 你也不知道这个要买什么的话 你倒不如去买一些这个 在非投资 A级的 A级或BPB的 或者非投资等级BPB这种债券 大概他我知道他这些美国这些大公司大概都还有3到4%利率 年息 然后呢 那个从从去年到现在大概应该都跌掉30%了 对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逢低路市的机会 因为再跌的空间真的也你下档的风险应该也不大了 对而且今年是比较奇怪 今年是股债同跌 但是就过往而言 股债通常会不同掉 所以接下来如果股市还有低点 我认为在市的低点应该相对比较少 那这时候反而是你可以打折去买 那打折去买的话布局 那如果说你说我放个三年五年 还是他可以拿回全部本金的话 相对来说这里的利率如果锁定4%到5%就还不错 那这个地方大家就可以做留意了 好那你说像目前所有货币还是看美元吗 那你觉得美元会到什么地步呢 其实最近美元开始有一点上不去 为什么 因为欧元现在已经开始有回升 那日元也没有在扁 所以我觉得 接下来就是这个所谓的美国的联准会政策 联准会政策如果是放音 可是升息的幅度如果往下的话 没有那么快的话 也许美元就在这边呢 可能就在这边高档震荡 那等待下一个事件的产生 如果CPI降下来的话 也许美元在这边呢 就是高档震荡 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美元的投资者来说 我觉得就会转进一些比较所谓 我刚才讲的这些避险型的 这些所谓的债券的投资 那短线者就来做美股 而不会全部都压美元 所以我觉得短线我对美元的观察 反过来哦 美元一弱势房金可能就反弹 那债券的话可能就落底 那这个东西就跟我们自己来看法 就会刚好相反 好 那其实刚刚也有听到朋友问到说 那是直接买公司债呢 还是买公司债的ETF呢 我觉得都可以 如果就简单一点 台湾也有一些美国A级公司债的ETF 台股就可以交易了 你用台币就直接买 那每年我算过 年化报酬率大概百分之四左右 而且还计配型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简单 你就不用换美元了 你就直接买台湾的这些ETF 那就打A级的 我建议是A级的公司债 你没换美元 但ETF发行的投信 他还是要去换美元 对啦 他就是去换 中间你还是会有会差的成本 他只是 没有错 还是要反映在矩时上面 这些债券ETF 我这两天看 台湾的债券ETF 就是美国债券ETF 都回到之前相对的低点 这时候 真的是跌30% 因为我自己个人就有 我那里当然都赔30% 对不对 但我没有卖 反正我那个是20年 都给他放在那边 对啊 那我最近有考虑 如果现在买的话 其实就已经差了 可能把这少%30% 我最近有考虑要去加码了 你讲的一点都没有错 这蛮尬语的 就是今天你坦率这个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 给我们听众朋友 可以参考的部分 不是说一定叫大家 要这样去投资 可以留意 可以留意这样的一个投资 可以留意 真的赔得很惨 那30% 好 非常谢谢林昌星 谢谢